現在才有一個冷靜期 差不多時間 曹太說有些事情要我跟大家交代 因為他這幾天 其實都跟很多街坊 我們在英國的街坊 都對話過 看過你的CV 其實他是這樣說 我們之前說 虐妄罪 是否搶人才妄罪 很難搞應接不下 也有幾十個去找一句 所以如果你說 好像搞到招聘會 他受不了 他要糾正幾件事 他沒有跟Haze簽約 只不過 是Haze的一個 倫敦者 這個不是簽約關係 是一個很厲害的 其實他 如果說成功 幫你介紹到 給他的就業職位 令到他的公司 做成了一宗生意 其實他只不過是 拿到 Cash Voucher 不是一個僱傭關係 叫做澄清 他說 收到很多諮詢 他說沒有辦法 約出來面談 如果你肯過來雷丁 請他吃飯 他也會考慮一下 你自己私底下約他 他說 可以Whatsapp 聊電話 很多網友 原來在英國的網友 都很厲害 Cash V都很厲害 大家都在 十項全能 有多少張照片 怕死蝕底 坦白說 是有很多聰明的人 很多網友都很超級 所以Cash V 你就要斷寫來 要斷寫來 要斷寫來 你要把最相關的東西寫進去 就不要寫到自己 那麼厲害 因為我現在收到的Cash V 原來超過九成 八九成都有Master 起碼 Cash V都可能寫兩頁 他說 Cash V來說 就不要寫自己的管理經驗 可能你自己真的做到很高層 但是 人家未必需要你這件事 你一來到就管理 你不是說一來到就指做Supervisor 那你怎樣都要 就算是你怎樣都好 可能都要在延期層做起 就算你做Office工的話 但問題就是很多人 我們早幾天都有說過 就是你如果那份Cash V 因為可能你做了二十年 而那二十年入面 你是不斷地轉工 去找更多人工 可能近六年 我們只要近六年的經驗 但近六年我都會做Supervisor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是 可能你做Supervisor 你做了很久 但你不需要很著意地 很細節地去說 就是你管理得到多少人 然後做到多少事情 達到多少項目 是怎樣的 即是你的標題照寫下去 但就不需要過份摧虛 這個你要自己平衡 要寫自己親力親為的工作經驗 你自己親手做的事 另外 就是Overqualify 其實反而會嚇走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明白 但你香港可能很專業 你又重新來過 那你又Overqualify 你學歷就比我們成人 然後但你又沒有本土經驗 這個最尷尬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Humble一點 即是去到這裡 就介紹一本日本小說 或者一部日劇叫《不無地大》 因為《不無地大》就是 講一個將軍 異戰之後 回到他老家公司那裡 從小會計開始做起 這件事情 我想對於有興趣參加 曹太請人才的計劃 都是一個很相類似的經歷 曹太搶人才 說起就說 好像謝偉俊今天罵人 不可以搶搶聲 謝偉俊的說法就是 其實這個人 我覺得他應該是被國安警警告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謝偉俊的說法就是 你現在不斷地搶搶聲 真的太操作了 你這樣做其實跟大陸沒有分別 其實跟大陸沒有分別 因為大陸整天的計劃 打造搶佔 攻堅 這些字每次都是打打殺殺的 突顯不到香港那種優雅的品味 是不是應該叫做挽留人才 是不是應該用這些文雅的字呢 你看到很好笑 這兩天說什麼致謝動議 致謝議案 但是致謝議案 那些人好像在國顯神通 在表演 把自己的真心話都說出來 他又特別厲害 他就說 搶人才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我先看 他說 又打又搶 又打又搶 這麼剛性 這些是革命語言 你這樣搞到香港和大陸 二三線城市沒有分別 重點在這裏 就算什麼二三線 一線都是這麼說 習近平自然都說 什麼事都說 鬥爭 是不是 鬥爭難道又很斯文嗎 有沒有見到那些什麼 有沒有見到那些紳士 又踢死套 又跟你說 舉起一杯鬥爭 有沒有 舉起一杯 鬥爭 我要跟這款威士忌攻堅 我要跟這款威士忌 跟我肝臟攻堅 玩命 不會的 大哥 是紳士 你都說了 白偉俊 是不是港大畢業 是啊 都做了這麼多年議員 雖然 沒有他老婆 就沒有今天的他 你都叫他白偉俊 知道什麼事 是啊 你說跟大陸沒有分別 這個真的犯了這個 不是說國安法 是煽動意圖罪 煽動那些人 就是搬離大陸人 和大陸 和宗主國 煽動 和大陸的仇恨 是啊 這件事 傑斯剛剛坐完出來 傑斯坐了多久 謝偉俊 麻煩你去荔枝國 坐一段時間 是啊 就是這樣 你說跟大陸沒有分別 跟大陸沒有分別 就是大陸人粗魯 你說大陸人沒有家教 你這樣說的時候 這個就真的有煽動意圖 大哥 你做這些事情 你不如學一下卡塔爾 卡塔爾就夠低調了 這就是他心裡的那句 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那個叫什麼 地產建設商會主席 前地產建設商會主席 葉麗 不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肥佬 石禮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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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禮謙現在還好像前議員 石禮謙的前議員 之前和阿興姐吃飯 偶爾找過她吃飯 就說 現在政府 那時候是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 他是地產界的議員 反送中 就是過一個 修訂條例 那時候他講過什麼 他說過一個說話 比共產黨還差 林鄭政府 你記不記得 是 比共產黨還差 你一說這句說話 你有沒有一路 不過雖然他的心臟也不好 但是 你看到其實他說的這句說話 你看到 知道你這個人 心裡想 大哥 這個時候 雖然你的立法會裡面 有這個豁免條例 是嗎 任你說 但是共產黨小器 你說跟大陸沒有分別 你說 比共產黨還差 比共產黨還差 現在謝偉俊 就在說 跟大陸沒有分別 每次要搶 第一 你就詆毀大陸 第二 你就等於暗示 大陸共產政權 是土匪 但是又這樣說 幾年前 你和土伯 在花生台訪問 鍾樹根 鍾樹根都在說 共產黨的事情 他沒有說得那麼白 但是我覺得 謝偉俊這樣說 就等於 他就等於暗示 就是說 共產黨就是土匪 土匪政權就是搶的 又搶又打的 沒錯 所以我之前見過 港澳辦的副主任 有個什麼花柳權 他說的說話都很問 黃柳權 黃柳權 他說 那些人說 立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和大陸沒有分別 這些是危言耸聽 這句說話又是高級黑 什麼叫危言耸聽 很失禮嗎 變成大陸就是一樣 大陸的制是優越的一制 何況和大陸沒有分別 不過 沒有你謝偉俊這麼壞 你說人家 又要搶又要打 這麼負面的說話 和大陸沒有分別 就是說 你香港變成大陸一樣 變成土匪政權 是不是 所以你們不要 我在這裡告發他 我要報國安 找人幫我報國安 收回四千元也好 六二七一 七一七一 對 拾錢入你的袋 真的 四千元的 那個報料費 不是 好像說 如果打得入的話 好像更加碼 打得入嗎 是呀 不像一皮 我給你一個想法 搶線人費 搶報國安費 好吧 下次見